最新的规定 就是独立就是自主的来处理就是 同一个人的声明书还是放弃财产声明书呢 实际上做起来这个财产声明书 比如说你是这中国的地方 在美国这边两边做起来都应该是这个地保官的认证 然后第二点也是刚才我们说了放弃财 我能不能去纽约你管他在哪里 第一三五开门 然后那这个时候表达表述是不是东方圆 他对这个文字的解读不一样